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蒋默绿 在这个地球上,现代人类几乎探索了所有的地方 从喜马拉雅山山顶到马里亚纳海沟 从南极大陆景点到亚马逊丛林最深处 什么大漠中央,高院无人区,原始森林,原刀海郊 那即便没有游客,那可好的探险单也都走了一遍又一遍了 再落后的部落呢,多少也是被现代文明给染指到了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还存在这么一个小岛 那俩仍然生活着处于石器时代的人类 他们排斥一切外来者,是地球上最后且唯一的一群 和现代文明隔绝的原始人类 那俩就是位于印度洋上孟加拉湾安达曼群岛当中的 北森迪纳尔岛 北森迪纳尔岛处于热带气候 整周岛屿是被珊瑚礁环绕,风景秀丽 岛的面积很小,只有一个曼哈顿岛那么大 距离安达曼的首佛布莱尔岛只有64公里 并不是很远 关于这座岛最早的记录是在1771年 当时多印度公司的船只秦缅号 在安达曼群岛做水文勘测的时候 晚上船员观察了这座岛屿的岸边有很多火光 于是就把这个事情给记录下来了 但后续也没有进一步的调查 当时安达曼群岛这片岛屿上是生活着十几个原始部族 所以船员看到某一个岛上有一些原住民 也并不是很奇怪的事 第一次现代人和这个岛上的原住民产生接触 是在96年后的1867年 当时印度商船尼尼威尼号 在北森迪纳尔岛的珊瑚礁上搁浅了 船员和乘客只能起船 到海滩上等待救援 刚到达海滩的前两天 他们并没有看到岛上有原住民 第三天早上 船员和乘客正在吃早饭的时候 突然森林里出现了一群赤身裸体张牙舞爪的岛民 朝他们射出了铁制的箭 船长吓了一大跳 马上乘坐救生点去找救兵 之后皇家海军就派遣救援队前往这座岛屿上 当救援队到达的时候 幸存下来的船员已经用棍棒击退了那些森迪纳尔人 那些森迪纳尔人躲进了丛林里 再也没有出现过 这个事之后被当地的殖民官知道以后 他们就开始打听这群人 从安达范群岛那些已经和政府机构建立联系的部族那儿 问了一圈 殖民官了解到 北森迪纳尔岛上确实是有人的 但是那些部族和北森迪纳尔人也没有来往 对他们情况可以说是一无所知的 只有当地的温奇部落人提到过 他们的祖先曾经是到过北森迪纳尔岛上 在那里获取过金属 并且看到过森迪纳尔人在那儿跳舞 1880年 殖民官想要正式和森迪纳尔人进了联系 他们组织了一支武装的欧洲人 和已经成为朋友的安达范群岛上的土著当向导 一起登上了北森迪纳尔岛 在这支队伍到达岛上后 北森迪纳尔人就躲了起来 欧洲人搜索了几天 只发现了村庄和小鹿 一名年幼的男子 一名妇女和四名儿童 欧洲人就将近六个人 带到了安达曼首府布莱尔岛 但是两个成年人在到达以后就马上病逝了 儿童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殖民官马上就把这几个孩子和大量的礼物 送回到了北森迪纳尔岛 不知道这几名儿童最后有没有康复 但是外星 外界的病毒并没有在岛上传播开 这位殖民官在之后又三次掌握了北森迪纳尔岛 但是都是一无所获的 当时住在安达曼的英国总督 记录下了一例森迪纳尔人漂流到了温奇部落 在温奇部落生活了两年的事情 那当时总督也很想和森迪纳尔人建立友好关系 听说有这么一个人的存在 就陪伴着这名流落在外的森迪纳尔人 回到了北森迪纳尔岛 结果岛上的北森迪纳尔人 已经不认得这个同伴了 对他进行了攻击 那个流落在外的森迪纳尔人 也拒绝留在岛上 就跟着总督走了 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50年代 殖民官和探险家 总共是4次登陆到了这桌岛 其中3次都是没有见到人的 只看到了一些棚屋和一些生活的痕迹 只有1911年那一次 殖民官是看见了13名男子 其中8个人在海滩上 还有5个人是坐在独木舟里 这些人看到有入侵者之后 就逃到了森林里去了 通过这些介绍我们可以看到 北森迪纳尔人对于外来者 不管是和他们长得一样的同胞 还是安达曼群岛上的其他部落的人 还是完完全全的外来者 要不就是无差别的立即杀死 要把就是彻底躲起来 总之就是不愿意和外界有任何接触 为了保护这些森迪纳尔人 1956年印度政府是出台法令 不准任何人包括印度海军 靠近这座小岛附近5.6公里的海域 除非是得到了印度政府的许可 所以在那之后 只有人类学家会非常小心地登陆这座小岛 继续尝试和森迪纳尔人建立友好关系 同时也做一些人口普查的工作 研究人员在森迪纳尔人的棚屋附近 看到过蜂蜜 烧熟的贝壳 猪骨头 野果 斧头 武器 鱼网 木桶这些东西 所以推断他们是不会农耕的 也没有金属野猎技术 但是会使用火 过的是采集渔猎的生活 那研究人员给他们送出的礼物 包括椰子 糖果 玩具汽车 活猪 娃娃 铝制餐具 独木舟这些 从这些礼物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研究人员既有嗜好的成分 也有很多试探他们对现代文明接受程度的成分 那森迪娜人对于那些没有见过的东西 比如说是娃娃 活猪啊 都是直接刺杀并且埋葬 那他们只对含糖的椰子和含有金属的吹炙感兴趣 在那个时期 科学家和岛民之间呢 逐渐形成了固定的交往模式 通常就是科学家送来礼物之后 岛民一混而上的带走的礼物 然后朝科学家做出不雅的姿势驱赶 或者是退回到丛林当中 用剑攻击访客 1974年 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制主和人类学家 又登上了被森迪娜尔岛 摄制主的导演被岛民用剑射中了大腿 之后拍下了第一张森迪娜人的照片 就是这张 一名森迪娜人像一名战士一样举着剑 要投射出去 那比较成功的结算也有两次 但尤其仅有那两次 一次发生在岛外的海上 另一次呢是发生在岛内 1981年 一艘国际货轮在北森迪娜岛附近的海域搁浅了 船员呢被扑在了海上 几天后 船长向印度政府发出求救信号 请求武器增援 他报告有超过50名武装的原始岛民 驾驶着独木之后准备靠近货轮 但是幸亏那几天 海浪凶猛海风强劲 暂时阻止了森迪娜人登船 也吹拼了他们发射出来的舰 船长无奈之下 只能让船员轮班首位 用斧头啊钢管和信号枪 暂时阻止了森迪娜人的攻击 一周之后 风浪稍微平静 政府就派遣了海军 帮助他们用直升机撤离了 之后啊 政府呢又派人去把寄出货轮给拆解了 根据拆解船体的工人描述 在他们工作的18个月里 森迪娜人呢 每个月都会划着独木之后来上两三次 每一次呢都是十几个人一起来 船员会给他们香蕉糖果这些小礼物 他们呢也会登上货轮 拿走船员的香蕉 抠下船上的金属废料 总的来说啊 氛围呢还算是友好的 第二次友好的结束啊 发生在1991年 人类学家组成的科考队啊 和政府官员去北森迪娜尔岛 进行常规探险 科学家在离海滩很近的小艇上 向岛上挥手互动 之后呢是朝海滩扔椰子 这个是森迪娜尔人第一次没有携带武器接近科考队 二十多个森迪娜尔人啊 在海岸线上搜集椰子 还有人接近了小艇 与科学家有了身体的接触 一个月之后啊 科学家呢又带着椰子前去拜访 第二次的经历和第一次很相似 对方没有携带武器 跳上船 拿了椰子就走了 这一次接触和以往不同的是 这一回科考队里呢 是有女性科学家的参与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让岛民放下了警惕 还是外界美味的食物 让他们暂时屈服一下 拿完了椰子啊 在胸向壁路赶走外来者 所以从目前经验来看 想要接触他们 那还得是女性带着食物去拜访 比较有效果 2004年 印度洋发生了海啸 海啸的发生时 北森迪娜尔岛附近的海底啊 被抬高了1.5米 这样一来 北森迪娜尔岛呢 就和附近的小岛合并起来 岛屿面积就扩大了 但同时 之前岛内可以捕鱼的湖泊也消失了 为了贫图北森迪娜尔人 是否幸免于海啸 印度政府呢 派遣了直升机进行观察 科学家在三个地方 总共发现了32名森迪娜尔人 而且没有任何尸体的痕迹 这个就说明 他们应该呢 是在海啸当中幸存下来了 海啸过后 科学家发现 森迪娜尔人对于地面探险队的态度呢 和1991年那次是一样的 都没有再携带武器 但是对于空中飞过的直升机 他们呢 还是保持敌对的姿态 再下一次结束 发生在2006年 两位渔民在北森迪娜尔岛附近 非法捕捞 结果呢 船上的毛失灵了 使他们的船啊 在夜间飘向了 北森迪娜尔岛的潜水区域 森迪娜尔人啊 又像以往对待外来者一样 用斧头凯杀了渔民 然后呢 把他们的尸体 像稻草人一样 插在了竹桩上 三天后 当海岸警卫队的飞机 来寻找这两人的时候 发现他们已经被埋葬了 警卫队呢 试图取回渔民的尸体 但是遭到长矛的攻击 只能折返 当时呢 确实是有当地的社区 提出要起诉森迪娜尔人 但这个事情吧 印度政府呢 也不能大张旗鼓地 去党上抓凶手 那就算是抓到了凶手 也没有办法和他们沟通 所以这个事啊 只能是作罢了 2018年 26岁的美国基督教信仰者 John Allen Cho 认为北森迪娜尔岛啊 是撒旦在地球上最后的据点 于是啊 他带着明信片 糖果 圣经 就要顺着传教 他没有得到政府的许可 就雇佣了当地的渔民 偷偷地将他带到了距离 北森迪娜尔岛500米的地方 再使用独木舟前往岛屿 第一天他遭遇到了 敌对回应之后呢 撤回到了渔船上 第二天 一名森迪娜尔男孩的剑 射穿了他胸前的圣经 他又撤回到了渔船上 第三天 他继续前往北森迪娜尔岛 并且让渔民就抛下他离开 那很快 渔民就在远处 看到岛民拖着John的尸体 印度官员尝试取回 他的尸体的努力呢 也没有成功 美国政府对于这起凶杀案呢 也很无奈 只能按照John在日记里写的那样 如果我死了 不要憎恨任何人 也不要憎恨上帝 也不要取回我的尸体 就让我永远埋葬在北森迪娜尔岛上 因为没有深入的接触 所以关于森迪娜尔人的很多信息呢 也都很模糊 我们不知道他们确切的人口数量 1971年的时候 估计他们呢 是有82人 1981年的时候 估计他们有100人 2001年 印度人口普查官官查大岛上呢 是有21名男性和18名女性 到了2011年普查的时候 人口普查官呢 只看到了12名男性和3名女性 大多数的科学家 估计这个族群的人数呢 应该是在50人到200人之间 非常接近消亡线了 这俩就衍生出了一个问题 他们长期与世隔绝 竹群数量呢非常小 那意味着他们长期以来都是近亲繁殖交配的 但是呢 从照片上来看 他们身体强壮 似乎没有什么大毛病 这个问题啊 很令人费解 目前人类对于斯尼达尔人的语言 还是一无所知的 安达曼群岛上 其他部族说的呢 都是安达曼语系 那通常来说 在一片群岛上 生活的不同部族 这些原住民之间 多少呢 是有点沾亲带孤的联系的 也会有重合和交流 但是啊 科学家让其他部族人啊 来听他们录道的 斯尼达尔人说话 和他们临近岛屿的那些岛民啊 是完全没有办法听懂的 所以可以确定啊 他们的语言是完全独立的 和外界没有任何的关联 那我们目前认为 安达曼群岛上 生活的各个族 都是在六万年前 到达这里的非洲智人 但是啊 斯尼达尔人的语言 生活习性 和周围岛屿上的原住民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呢 这就导致我们没有办法确信 他们一定是非洲智人的后代 那有没有可能 他们是另外一种人类 那如果是那样的话 那这个消息啊 可就太劲爆了 但是啊 不管他们怎么珍贵 我们怎么努力设置宝库 去不去打扰他们 他们很有可能呢 还是逃不过 很快消亡的命名 安达曼群岛 在18世纪被发现的时候 当地呢 是有13个部族 生活在各个小岛屿上 每个部族人口啊 少择几百人 多的呢 会有几千人 但是啊 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 主要个部族已经绝迹了 剩下的加拉瓦人 目前只剩下300多个人 曾经有6000多个人的 大安达曼人啊 到了2010年的时候 只剩下44个人 温齐人啊 在1901年的时候 有672个人 2004年啊 就只剩下了73人 2008年一次酒精中毒啊 又令这个部族 失去了8名成员 而且啊 温齐部落的不用不遇问题 是世界上最严重的 在现代医学的干预下 女性呢 很少有28岁以前成功怀孕的 因而死亡率啊 也超过了40% 所以有很大的可能是 在我们和森丁尔人 建立联系之前 他们呢 就已经自然的消亡了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谢谢小伙伴们观看 拜拜 拜拜